通過當家主播李春機 鏗槍有力的嗓音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向全國百姓和國際各界放話 北韓已經準備就緒 隨時都能動用核武 美韓立即成立聯合工作組 商討部署戰區高空防衛系統 防堵北韓威脅 安理會通過裁決 對北韓是以二十多年來 最嚴厲制裁 北韓暴挑如雷 先是發射數枚短程飛彈 還以顏色 又嗆普警惠擴軍強武 太愚蠢 甚至放話 已經部署好核彈頭 準備先發制人 面對北韓一貫的挑釁伎倆 國際各界早就見怪不怪 就連美方也說不意外 不完全驚訝 這是我們從過去的反應 美國國防部還吐槽 北韓要發射核武 恐怕能力有限 只不過各界要透過制裁 逼金正恩放棄窮兵毒武 照這個情勢看來 機會渺茫 南韓美國等國際各界 緊盯金正恩一舉一動 防止北韓再有新的軍事動作 記者綜合報導